生老病死在很多人看来是人生在世必不可少而经历的过程 是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命运 但即便是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对自己生命看得非常重要 想要寻求长生之法 就比如说在我国历史上 秦始皇就是一个想要长生不老的人 但即便他有着极高的权力 汲取国上下的财富 但仍旧无法避免生老病死 那不是世界上真的有不死之人吗 或者是身怀特异功能 这件科学家都无法解释 据说在国外还只有这么一个人被称为不死之人 他的名字叫做奥鲁乌加欧 之所以人们会有这样的说法 是因为这位生活在亚马逊的土著人 就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 曾经在捕捉一只大黑熊的时候 被咬得遍体磷伤 甚至生命已经烟一息了 但是令人无法没有想到的是 他睡了一觉之后 却发现自己全身伤口已经痊愈 这样神奇的事情 一度引起很多科学家的重视 于是科学家们决定 将他带回城市中进行研究 据说在回去的途中是乘坐飞机的 由于这个土著人对于飞机的好奇 居然推开舱门直接跳了下去 但是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就几乎没有任何的事情 只是眼角受了一点小伤而已 而面对这样的事情 科学家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对此办法